那這次烏克蘭他們在城市作戰的時候的這些呢這些單兵武器啊看起來最少讓烏克蘭呢打到打到今天還不難看還撐得住雖然我們剛分析了就俄羅斯的主力部隊呢並沒有進來 俄羅斯的精銳的武器呢只有小小的亮相一下但是也看得出來俄羅斯呢用那種的用那種的傳統的過去的戰爭經驗所累積的坦克啦炮炮兵啊或者說的武裝攻擊直升機這種過去被認為的最強勢的武器在這次的戰爭當中來講的他備受的這種的單兵的單兵武器的考驗那包括這一次的美國要賣的彈簧刀那個彈簧刀你可以你可以說 他說他是一個一個一個個人可以操作的無人機的一個攻擊系統就是呢一個單兵2點多多公斤的彈簧刀單兵背著到了特定的定點之後呢他把它放放上去無人機上去之後那個單兵就可以自己操操作搜索特定目標之內的對象不管是針對人或者是針對的針對的這些的裝作裝甲武器 他鎖定目標的時候他就突然間的變成是一顆的導彈那架無人機就衝衝衝過去了衝過去之後呢就變成是一個有高度殺傷力的導彈一樣彈簧刀的意思呢在這裡那這種的單兵武器啊讓可能會讓台灣也得到很大的啟發 因為之前前兩年大家在討論就說像上次去年的漢光演習我們注意到去年的漢光演習就是開始進行進行城鎮做作戰的演習 包括呢我們的阿帕器呢都已經呢在在大樓的中中間人家飛來飛去飛給你看 但是真的嗎兩岸之間未來的如果真的會發生軍事衝突會到城鎮作戰嗎會打巷戰嗎我們我們需要領了你領了槍的回家躲在自己的公寓大樓裡面嗎 這是烏克蘭的這種的單兵武器將來會在台灣的戰場上上面會不會複製運用嗎好告訴你第一個我們不要太神話彈簧刀因為彈簧刀他是等於我們台灣玩很多那個飛機啊那個無人機無人機他的掌控範圍有限對對對他特別適合在城鎮作戰嗯比如說我在你這種高樓一看下面幾條街裡面敵人的活動很清楚嗎那會操作這個東西呢 他就可以把這個小飛機出來這個小飛機出來他有一個缺點他是小啊耐不了多少彈藥沒有錯但是狙殺一個吉普車上的或者是裝甲運兵車上你露頭的人他殺你的指揮官或打你的補擊線都可以了因為軍隊就怕了無緣無故從哪個方向來的棒一下 嗯我看到面前的敵人我還不怕嗯從哪裡來不知道不知道但是我要提醒我們台灣的將來未來的作戰啊因為你也避不開城鎮作戰嗯那麼一上岸就到城了嘛 沒錯台北港上來就台北了嘛對不對城鎮作戰是最不人道的一個用法我們希望不要用但是你會免不了會用嗯啊第二個今天蘇聯的無人機跟美國的無人機數量沒有大陸多嗯我看過大陸的影片不管他是宣傳也好嗯小的無人機大的無人機中的無人機到高空無人機他都有嗯 高空的偵察的攜帶那為什麼不太用呢他他沒有戰場啊嗯中國大陸現在沒有用戰場我說那那俄羅斯就是這個俄羅斯沒有那麼多嗯俄羅斯差很多啊俄羅斯的無人機進度他落後落後他是發展高空的偵察性那這個彈簧刀只是適合城鎮作戰對城鎮作戰到了野戰的大平原作戰他沒有用嗯因為你第二個這個無人機這個 劉業刀唯一可以呼應我們那個某個委員說玩電動玩具的哈哈哈他就是單兵操操作而且他制空時間啊因為五十五分鐘彈簧刀分兩款下就是單兵操作的那款輕的那個呢大概呢只能夠制空十五分鐘放上去十五分鐘之之內呢他電池就用完了沒有了那比較比較重型的大概二十幾公斤那個殺傷力大一點不過制空大概也就四十分鐘所以剛帥將軍講的對如果是大面積的作戰的時候的那個武器 其實是沒有用的城鎮作戰呢他可能有搜索目標的效果他是可以呢發揮了一些的一些的功能的好那戰士呢打到打到今天已經一個月的時間了接下來就會怎麼樣哦接下去現在問題就是我們已經快要進入談談打打的階段這個世界上這種歷史很多因為你俄國沒有在增援第二線部隊上來嗯這個戰局 現在就是這個樣子那當然俄國也在想盡辦法調動第一個盧堪斯克跟鄧那次他用當地的民兵來了嗯他的正規部隊抽出來現在在蘇美這邊已經在完成集結嘛嗯所以就是陷入到我說北上還是打奧德薩嗯這個我的素養來看應該往上打他應該不會往西邊走因為你把剩下這一點集中的兵你都用到奧德薩的話這個這個賬又是 沒有無盡期了嗯你沒有力量嗯你沒有力量他北上的話至少我獲得我烏冬的戰果嗯嗯作戰都有戰略目標嗯有目的的你當初就定為烏冬的話嗯你不盡期全攻那你烏冬都沒有你你還有什麼東西成績可言嗯因為基普維生作戰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嗯美國的增援不斷對不對嗯那大家就問了說那蘇聯 一百萬一百萬不對為什麼只用二十萬為什麼哎這個問題很大嗯第一個軍人作戰呢都所謂有預備的觀念我不是只看了烏冬戰場嗯萬一北約出兵呢大家說哎北約出兵不可能是北約就不願意惹起這個戰爭但是北約的態勢已經擺出來了嗯第一個美國藉這個機會又恢復了北約的領導地位啊你們都怕蘇聯嘛嗯那那 那美國現在也增兵到北約的幾個國家裡面去大概總兵力快到十萬嘛沒錯他在愛沙尼亞在立陶宛那邊搞演習嗯他就擺在烏克蘭的左右兩側嗯你假定蘇聯普丁當然要顧慮我的部隊大部隊通通進入到烏西嗯他那邊一夾我沒有退路嗯那就是大敗了包腳對那你說會不會引起世界大戰他也可以講你打仗只要找個藉口 你像我們那個盧溝橋為什麼會打起抗戰嗯日本說我一個兵被你被你服了我要找對不對嗯那今天你美美國要找個藉口說你這個飛彈打到我北約國家打了波蘭所以俄國很小心我打利物浦嗯要不超過那個邊界沒錯隨便製造一個自己抱一個說說你打了嗯我派維和部隊進來他也不跟你宣戰這就讓俄國會陷入一個重大的危機現在波蘭就是一直主張了 北約應該用維和的名義對讓部隊呢進到利沃夫因為他們很怕利沃夫對被攻佔了所以利沃利沃夫長時間的都是都是烏克蘭有事情時候的臨時首都就會在利沃夫就基輔如果守不住他就撤退到利沃夫所以之前我們看到匕首導彈的攻擊的時候呢已經打到了利沃夫在這附近了利沃夫距離波蘭的邊境大概50公里左右那個已經非常非常近好剛剛的有兩個概念一個一個 一開始的時候呢帥將軍提到說這場仗如果純粹從個旁觀者因為我們我們我們有關於戰場當中的訊息跟戰爭敘事因為西方美媒體呢是非常的powerful的那我們只能夠對於呢對於俄羅斯因為俄羅斯也刻意的封鎖了他一些的訊息不要等等西方的媒體封鎖他俄羅斯主動的切斷了一些呢一些訊息不往西方媒體流動好那但是呢俄羅斯呢在戰前的時候呢他在發動 用這場戰爭如果他有一個細文那個細文為什麼我覺得臺灣要非常的注意因為俄羅斯把這場對烏克蘭的行動當作是一場的內戰在打所以他的整個的戰爭的戰爭的直指導充滿了內戰思維你看到普丁在講話的時候呢普丁的用語裡面呢用用我們常用的慣用語來講幾乎的完全是給包套的複製在呢俄烏關係上面他他用到了俄烏一家親就是我們今天講兩岸一家親他在講俄烏一家親他說呢 俄國跟俄羅斯呢是一家人他在講呢世界上面只有一個俄國就是呢其實大家呢都都是俄羅斯的一部分你會不會覺得這個東西跟我們聽到的呢非常非常像是一模一樣啊他的他的他的那個那個那個戰爭敘事的那個羅的邏輯跟今天兩岸的其實是一模一樣的所以你不要認為說戰場的形勢當然不不盡相同可是我說那個戰爭敘事的邏輯是一模一樣的第二個我們我們接下來就 關注的重點就北約現在緊張的或者呢全世界呢都在關注的除了看這兩個戰爭輸贏那個是拉拉隊心態啦可是俄羅斯不會輸因為他還有核武器真的沒有辦法了他就擔心核武器就上場了那美國也不斷的警告說你絕對不可以用核和聲化武器這種的警告到底只是在炒作氣氛還是戰爭的如果發展到後期如果俄羅斯沒有辦法達到他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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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略目標的時候他真的有可能 能動核生化武器嗎第一個先講生化武器生化武器的效應生物武器效應比較慢他而且你沒有不是你沒辦法控制他往敵人那去還往我家來所以生物戰爭我否決了化學戰機效果不大我們抗戰時候也碰過日本通常是戰術性戰術性而且那個連大的戰術都談不上小的戰鬥場面某一個戰場某一個平方公里有那麼化學我覺得 蘇聯也不屑為止因為他還有別的替代品蘇聯還有幾個替代品第一個他匕首已經用了那是很珍貴的東西打這個重點重點第二個叫溫壓彈就是油氣彈是就可以造成大規模死傷那個就是類似核子武器的我講大家都不懂油氣彈溫壓彈是什麼東西其實越戰上已經有了我們中科院也發展過是怎麼講呢 這一個燃料這個液體燃料裡面掺了什麼煤粉的亂七八糟的東西它第一個小信管先炸把這個油氣炸到天上去一片油霧第二個碰點個火它就變成很大一個暴震波這個蛋殺人不是蛋片是這個強烈的暴震波瞬間你看過那個八仙那個什麼劇場不是一個粉塵嗎是一樣的道理 你們家瓦斯漏氣的暴那你整個房子房子都玩連你呼吸吸進去的都是火它因為它大它暴震開來第一波跟核子彈一樣就把你五臟六腑給震碎第二個外面還有回一波那個回壓在這個暴的回中間你空氣的氧氣被燒光你會自虛而死這個玩意講起來是不人道但是它效果特別 對這個你的坑道啦碉堡啦堅固陣地啦城鎮的效果很大它可以把整道大陸給你溃下去所以這個武器沒看到用第二個蘇聯的轟炸機沒看到用因為對烏東你有顧忌對烏西有顧忌嗎你顧忌就比較少了這兩個沒看到要用第三個還有白俄羅斯的部隊還沒有參戰對不對所以這都是未來戰爭 我們現在的變數我們現在也不能說一語定天下蘇聯輸了或者蘇聯只得到有限目標怎麼樣怎麼樣問題這個戰火還得有得延呢普丁會這個時候撤兵嗎沒達到他的條件他會撤嗎他最起碼的條件擴張一點整個烏東我要拿少一點烏東旁邊幾個大城市我要控制那基普這邊別中立地區 你不要武裝不要過來這個達到目標他可以撤兵因為烏南他已經掌握了烏東也掌握了嘛那達到他有限目標那美國會讓你這樣子就停止戰爭好那就讓你消耗嘛所以今天我們看這個大國博弈啊真正打的對手是美國跟俄國對兩個對手那誰是配我們講演電影講兩個主角對不對誰是配角呢 歐洲是配角雙方要爭取的中國是配角誰是棋子呢烏克蘭是棋子所以你看這個遊戲玩下來不是看烏克蘭願意打多久他根本沒有決定性他沒有決定性那美國不要你停手你也停不了手所以這個賬啊有得玩玩下去就是說當然全世界有兩敗俱傷經濟封鎖什麼大國博弈啊他除了四個領域啊他現在美國站上 第一個政治上你的體制不對獨裁體制都是不好的民主體制好的這個這個黑白給你弄清楚白人是好的黃有勝人總是二流的這是他的一個認知作戰裡面這個政治上的一個動作經濟上厲害了全面制裁就二次制裁這個會讓俄國受損美國中國也受損歐洲也受損但是美國賺錢當然他的他就俄羅斯的油氣這樣沒辦法對他他他 金融呢所有的盧布當然盧布這兩天反彈了盧布大扁歐元大扁資金呢往美國跑那他最最想要的所以我們也不要說幫誰講話金融作戰絕對是俄國跟中國大陸吃虧的當然那金融作戰他也可能還有那麼這個封鎖高科技作戰這他都成功了這個軍事作戰軍事作戰我美國絕對不插手我插手我不是跟你正面打因為正打輸贏都是這麼 要損失很多錢你們打所以我們就看這個局來講那第一個火點起來是烏克蘭烏克蘭還有沒有第二個火要點所以我們感覺台灣就是第二個點子